字幕志愿者 李浩賢 好,今晚我們的拆店的嘉賓 就是李浩賢博士 你好 歡迎李浩賢跟我們講解十四五規劃 我們之前已討論過十四五規劃 關於香港作為一個創新科技的中心 今集可能跟幾位拍檔一起問浩賢 我們如何能做到一個文化的中心 其實我們十四五規劃的第二個新定位 就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習近平主席亦說 我們要說好中國故事 究竟我們香港如何說好中國故事 這確是香港奇蹟了 我們80年代香港是出名的文化沙漠 現在可以變成中西文化藝術中心 你說這四十年的變化已經多麼厲害 如果是可以的話 浩賢也很難 會不會給觀眾了解一些方向 其實這裡要注意就是有兩個key words 一個就是藝術 即是藝術品 包括一些展覽 香港一直以來都不少 藝術品其實是作為一個文化的載體 去帶出來 其實香港不是說沒有機會 香港其實有一個窗口期 就是在明年六月份 故宮的香港婚院開院 其實香港如果要構建整個 藝術文化的交流平台 一個可見的將來都難得再有的一個窗口期 但問題就是如何在這幾個月內 用好這些時間 將這個窗口期 去構建香港藝術文化的 這個領域裏面的一個Ecosystem 其實你說香港是否完全沒有一些基礎 不是 但這些基礎現在是散的 包括很多國際性的一些藝術 Archbusters 等等會來香港 我們有很零散的一些 例如M加也有,故宮也有等等 但問題就是如何將這些 大家來到可能會看 這個看法可能就是一個旅遊業的幫助 但如何用好這些材料 去令到它變成在香港 落地生根的一個產業 這裏面就要構建起一個 包括有藝術元素、文化元素 然後要有商業的運作 以至有學生或人才的培養等等 各個方面的Ecosystem 如果這個Ecosystem 不能夠連結的話 不能夠構建起 其實產業就不會出現 產業不出現的話 其實開了 可能我們就是一個 大家會來看很開心的一個旅遊點 但就沒有辦法 再高一個台階 去變成一個產業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倫敦是一個在這方面做得很成熟的 就算是大大小小的藝術博物館等等 其實它都有很多的文創產品 這其實也是所謂的文化矽谷的概念 但如何去做呢 其實香港有些大學 其實它已經有cultural industry的program 有些業界其實也有不少的 無論是珠寶壽式或是藝術品 其實包括華洋也有綜藝 其實已經是有這些商業營運 但如何將這些元素 再加上商業運作 再加上人才 構建起整個Ecosystem 這個就除了可能是業界自己去努力之外 其實可能更加需要 就是在政策層面上 如何去推一把 你剛才說的那個 如果首先拆解第一個結 就是就算香港有很多文化的地標 文化的項目 但是載體都是旅遊 就是我們只是強化了那個旅遊產業 沒有令我們提升它成為一個 就是文化的新的中心 不是一個交流的點 而你要去交流 我覺得可能官員也真的要自己去提升那個層次 因為我們不擅長搞交流的 我們是擅長搞洩毀的 香港有很多很散的東西 然後就用一個小政府、大市場 市場有很多東西選擇 但是現在因為世界越來越連繫得厲害 你再這麼散 你沒辦法告訴別人你最厲害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浩瑩說 你有否正確把這些東西組合在一起 讓它有一個一定的質量 才可以吸引到別人去做交流 包括甚至乎如果你想買賣藝術品 那些最厲害買賣藝術品的人 他們希望獲取那件藝術品以外 他們希望獲取另外一些東西 我喜歡吃這些東西 我喜歡去這些地方 我喜歡跟這些藝術家 是有一個地方去交流的 你有沒有整套東西 會不會順便買藝術品的時候 順便去做一個高端醫療的檢測 你一定要想起 他離開這裏 其實他去到哪裏都會做什麼事的時候 你要明白他 你要明白客人 但這種思考模式 我怕官員未必可以理解到 香港在構建產業上是很沒經驗的 因為產業的構建 其實就是生態勸 但產業正如黃銘剛才說的 非常好的一個總結就是 其實有了博物館之後 可能只看到旅遊的產業層面 旅遊我們做了很多 其實一直都是說這件事 但其實如果你要達到十四五規劃的要求 去構建一個東西的藝術文化交流平台 其實已經是高了一個層次的產業 這個產業包括你的本行 即是宣傳、Media等等 亦都包括了剛才所說的拍賣行業 包括了鑑定行業 包括了剛才所說的一些文創 保存 藝術品的保存 接著是保險 接著是IP 一系列的東西其實全部都在裡面 綁在一起才能夠構建一個產業 譬如說你藝術節是否需要調時間 包括真的可能要跟巴素爾 有某種的關聯 即當你這麼喜歡藝術品的人 來到香港的時候 有沒有足夠的節目 這樣就能夠整理 除非你已經去到紐約、倫敦 是 或者是巴黎 你每晚都有 是吧 那當然沒問題 我們現在真的有很久都沒有去到那裡 記者有甚麼要補充 所以從商界的角度 如果兩個藝術品的拍賣 其實真的有數為 無論是高端的幾億 幾千萬一幅畫 因為香港一沒有增值稅 二沒有拍賣品的藝術稅 所以基本上香港可以 真的做一個樞紐 去做這件事 因為通常那些客人都是高端客 剛才皓然都說 其實可以做其他周邊的 醫療、食物、豬如此類 你只想一下酒不斷湧入 沒錯 另一個就是中價 普及的一些藝術品 一些拍賣也好 一些售賣也好 其實永遠都是從上游 一些比較高檔的 到一些中下游的 其實讓我們有這樣的氛圍 其實都是另一個產業 只要有一個市場 無論是其他學術 學術的培訓機構 人才的 又自然會埋葬 但政府做了多少事 好像剛才所說的宣傳 還是我們把這個包裝 做成一個夠的人來到 夠不夠東西給人看 夠不夠東西給人買 政府真的有一個角色 其實是的 我們有所有的元素 但問題是 也不是大家自己會埋葬 在哪個位置 這條村大家在哪個位置可以站 其實需要有些更高的 或者宏觀的設計 這裏其實就是欠缺了這個環節 所以所有元素都在這裏 不過那道菜就做不到出來 這個原因而已 而且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很重要的是 一個什麼叫一個產業 一個產業我用一個藝術家的成長 做一個例子 其實可能它剛成長出來的時候 到它有些十年經驗之後 再變成一個名家之後 其實它代表著的本身 就已經帶出了一些低端的 中價的 高價的產品 其實整個產業就應該是 一個健康的產業 一個完整的產業 其實本身就是有不同的價位 有不同的環節 不同的部份 應該是這樣才叫做一個產業 其實說回香港的產業歷史 我們金融業是自從上世的70年代末 我們工業開始適落 適微 以及工業加開要集資之後才有金融業存在 所以香港上一代的產業政策 是追溯到上世的70年代 即是50年前 我想這一代的特區政府官員 都未必經歷過這個 由0至1的新產業時代 但相反我們看內地 或是東南亞的亞洲四小龍 例如韓國在97年前後 有文化產業出現 他們的官員親自下場打 剛才李博士提到官員要做些甚麼 可能我們以前政府是一個引導角色 就是我覺得你可以去那邊 但我就叫賣雙手 我有這樣的政策 開放了,你做吧 但是韓國又如何呢 官員下場打 下場去招商引資 下場去做一個協調者的角色 即是協調者 我想這一方面 當然我們對官員的要求很高 王永可能也覺得 能否做到 現在不是能否做到 現在是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你知道韓劇打贏日劇 都是因為韓國政府的政府行為 我們小時候日劇很厲害 韓國政府看到這樣不行 那又如何呢 去日本電視台買他的時段 日本電視台覺得 不錯,你來買時段 我又不用製作 你給我播放的東西有多好看 賣一下賣一下 就讓日本的日劇麻痺了 已經做不到 反過來韓國就說 那些東西有多好看 你給錢買回我的東西吧 日劇就崩潰了 韓劇就是現在大家在看的東西 所以這也是一個政府行為 我看了韓劇的時候 所以產業生態圈的發展 的確需要在很多細節上做好規劃 所以我們回去繼續說 有關十四五規劃 我們今天有李浩賢博士 跟我們心日淺出的講解 我想剛才說過一節 再加上昨天說的內容 都給予到一個挺新的面貌 就是我們的觀眾 就是這件事關我們甚麼事 還有就算要去當實政府 很清楚要知道當它是甚麼 包括就是你搞生態圈 不是我問你甚麼 你又做甚麼 不是這樣 就是你整盤棋是怎樣 譬如說創科 不要跟我說創科 你創甚麼 甚麼類的科學 文化 你知不知道整套東西 怎樣走 好像很複雜 但剛才Napole說了一句 我就想起 其實香港是金融業發展那麼厲害 那個生態圈怎麼來的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不過沒有用生態圈的概念想而已 當年賣樓是怎樣賣的 整個號碼賣的 一洞洞賣 一條街一個號碼賣 後來政府又跟商界討論 於是就可以剁開號碼 就可以買到一個個單位 但你也可能不夠錢買單位 於是要怎樣 於是你就要去公安揭 你去公安揭就要購銀行 然後又會起樓 於是就砌除了兩種股票 是最穩陣的藍籌 就是銀行股和地產股 那你要有首期 那些首期怎麼來的 去股票市場博 所以賭場的經濟就是這樣 進去 總之有兩柱買地產股和銀行股 然後轉轉轉轉轉轉轉就夠首期了 你一有首期就買 買到就等於有第一桶金 那有第一桶金就買到股票 而且扭回到身體 其實這就是所謂生態圈 即是大家知道錢如何留 還一般人都知道怎樣玩 沒錯 但是你可以知道 去了任何生態圈出來جير 都出現不平衡的時候 所以需要現在很多調整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수가要回藏 去思考其實藝術的生態圈 是怎樣做的呢 這個我覺得真的要很清晰 譬如說我讀完藝術 現在可以做些甚麼? 你很多人都是這樣 對 我沒有藝術 我經常變成這樣的狀態 所以我沒有去搞藝術 對,很多人就是這樣的狀態 我做一做一做不行 那我可以怎樣呢 我覺得那就是所謂的生態圈 你在森林裡 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生活到 你弱肉強食的世界 尤其是藝術圈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世界 但是我們了解了運作 下一步應該怎樣去嘴咀這個政策 變成特別行政區的一部分 市民可以做些甚麼? 官員我們就知道了 只能夠期盼 去聽多些我們這類型的節目 做事了,麻煩你 但是一般人還是覺得很圓 十四五規劃 這件事可以怎樣理解呢? 或者年輕人 年輕人怎樣理解呢? 其實十四五規劃應該這樣說 比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大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過 我可能現在年輕人有機會 不單在香港工作 可能要出旅程去大阪區工作 甚至站在那邊也不站 但是我們一定要改變一個想法 一個心態就是 我還要拿一個套餐 國外職員的套餐已經不是一回事 因為內地的競爭激烈 但是這裏面就一定要有幾個方面 其實我們香港年輕人 就要去明白和接受 第一就是 例如一些在香港的國企也好 或者內地的公司 他們的薪酬結構和香港很不同 香港就說明了 我一個月多少工資 然後可能十三個月十四個月兩 但是有些在國企 或者在內地的公司 他們可能是你的月薪 可能佔你的年薪 可能是少一半的 可能他有很大的錢 就是放在後面 給你獎金 才給你 所以這種結構 其實一看 月薪很低 可能我們就要開始習慣 不是的 其實你要看看年薪 整個套餐是怎樣才去做決定 第二就是 其實可以這樣說 都做過一些研究 舉個例子 在月光大灣區 因為這是內地現在 經濟最蓬勃 亦是條件最好的市場 他們那個年輕人入職的時候 其實頭幾年的工資 很有可能是低過香港 同期入職的職場的年輕人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情況 就是大概在三年之後 就是他們入職了三年之後 其實慢慢他們那個工資 就會追得上來 因為可能本身 例如他們的機會大 那你職位就多些 晉升職位機會多了 又或者是他們 其實剛才所說的 因為業績好 獎金多 所以往往在三年左右之後 三年到五年之間 其實他們後面已經開始追上來 而其實這個狀況 尤其是在內地 現在做得很好的一些 產業大公司 其實已經非常之明顯 所以年輕人對他們的影響 就是我想不要再抱著 香港的制度是怎樣 然後去評價 而其實我們都要有個 更加歡呼的心態 就是明白 其實每個地方 每個行業 即使在內地 就算大灣區 例如京津企 和長江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結構 所以這件事 一定要去明白 和去改變 一定是用香港的尺 去量度的心態 而且我就是不太明白 年輕人 為何經常覺得自己 只剩下兩年 其實三年就可以了 其實三年就可以了 你又不是最後兩年 那為何你這麼年輕 你不放長線一點 事實上 就算你 說九十年代 到二千年的那段日子 當所謂工商管理 你經常在學校 是很熱的時候 他也要你可能 你有三年工作經驗 才可以申請 他也要你 吸收一下 一個實際的商業經驗 才可以 那你給三年自己 我覺得這個位置 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位置 也挺可悲的 我覺得其實 為何多數人會很渴望 是有香港的套餐 就是因為容易和父母交代 或者另一半 甚至因為考慮到 小朋友的成本問題 就是因為他在香港 所以會想到這一點 而其實剛才黃永 或者李博士說 那個是不夠宣傳的問題 就是大家只知道 去到原來這個套餐 那個薪金是比較低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 其實三年 其實跟香港的情況 都不一樣的話 大家就會重新考慮 但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可能回到 又是教工作的問題 是宣傳工作的問題 算了 我覺得有時候 你對自己的信心 以及對國家的信心 沒錯 去到尾可能是這麼簡單的 對 如果他自己也對國家不理解 甚至乎不安好心 也有些人覺得 祖國不知怎樣怎樣 很多陰謀論 對 網上看了很多事情 那你自然不敢去 對嗎 你問我 我入傳媒行業 我之前做政府工作的 我只剩下兩節工資 我放棄了我八成工資 但是我覺得 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 就做到現在 對吧 老實說 如果我在政府工作 可能跟現在比較 我現在可能 自由度又大一點 機會又多一點 滿足感又高一點 放大一點就是 你可能在大灣區 會找到這些空間 我的經驗就是這樣 幾位 Napol 你聽完了 浩然說 你們各自說一句感受 讓他們聽聽 別讓他們說 我來宣傳 大灣區的發展的合適度 對年輕人非常友好 例如剛才說 要想小朋友 要想家長 當你到三十歲 有家庭的時候 你就很難做這個選擇 從頭開始 但一個年輕人 剛大學 或者你想嘗試不同的產業 其實大灣區有文化 有遊戲 甚麼都可以 所以大灣區的政策 我認識了什麼 還喜歡大灣區 很怕苦落平洋 所以大灣區政策 本質上是真的 給年輕人 度身訂做的 甚至乎 我都好像合適有這麼說 政府在這一點 特別向年輕人說多一點 我不想說得太過 好像很肉麻 但坦白說 在中央的政策裏 畫一個大灣區 裡面那麼多人 會說廣東話 坦白說 你香港人 麻煩你自己看清楚人 這個人 很明顯 還是會親近你玩 麻煩你快點玩 玩這一陣 對吧 好 C樂呢 你聽完 你有甚麼感想 我的感想 你問我 十四五規劃 十四五規劃 因為我以前 真的有大陸做的 所以你問我 我一向很支持大家去 但真的做好準備才去 心理準備 還有能力上的準備 就是這樣 Coby 我自己未來應該都會出差去大灣區 其實我自己看得前一點 因為我也相信國家 也相信這個規劃 是真的參加香港玩的 沒有理由你現在不玩 即是你現在不玩 那你甚麼時候玩 你錯過了這個機會就沒有 年輕多好 年輕多好 Benson 最多的機會 我覺得十四五的戰略意義 我想大家已經討論了很多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帶給青年人 一些實質意義 給一些show case 給一些個案 我想大家深入淺出 就很容易去了解 懷孕很多 怎樣總結 聽完我們這麼多的說話 李浩妍博士 我想都是那句 首先第一 就是香港年輕人 首先不要覺得自己是 很國際化 因為我往往覺得香港的國際化 其實都是 只有兩個 第一就是金融市場化 第二就是美國化 我們今時今日 其實對世界很多地方 是不認識的 連歐洲其實也不太熟識 近黃倫就是在我們旁邊的大灣區 深圳市這些地方 所以我想第一個 就是最基本的心態 就是用你的心態的準備 就是首先去明白這個世界很大 亦都明白 而當你一個世界很大 你的視覺就會不同了 其實那些機會 不是沒有說過 或者不是不清楚 而是留給清楚的人去做了去 你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繼續玩得不到這個機會 所以想看遠一點的人 先要看遠一點 大灣區就是在你附近的